欢迎回到新台湾新光大道 在台北地方法院又有最新的讯息 除了刚才举这个杜立平 还有刚才举这些陈政会的律师 是扁办所聘用的 相关影响证人的事证之外 检察官现在又举了张伟晶为例 连陈水扁都想要直接影响检察官 原先给记者吴嘉惠 好的 第一法庭里面的这个攻防 还是相当的激烈 这个内容多到真的是记不清楚了 这个刚刚的检察官除了表示 这个陈水扁除了有影响被告 还有证人之外呢 其实还企图来影响检察官 这件事情呢 其实就各位观众呢 其实大家也是记忆犹新 因为就在这个即将起诉之前呢 陈水扁是透过了这个友人张伟晶 是冒出来了一张照片 是陈水扁跟这个检察官 特政组检察官朱朝亮 还有吴文中一起的一个合照 那么他表示呢 这个陈水扁曾经透过了另外一名检察官 曾静元来这个接近特征组 因为呢是陈水扁是认为说 这个朱朝亮跟吴文中 可以说是侦办国务计要费的核心 只要呢把这两个检察官给打垮了 这个案子呢可能就办不下去了 那么对于呢这些其他的这个检察官 陈水扁是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所以呢他也举了这个例子呢 来表示说陈水扁是不只要影响被告证人 还要来影响检察官 那么不过呢第一法庭里面呢 还有最新的一个工坊 我们来课问看第一法庭里面的特派记者 徐绍平最新的情况又是怎样 在刚刚这个陈水扁的委任律师 政生处他是做出了陈述呢 表示说之前在第一次这个深压庭的时候 这个院方是做出了无保释放的这样裁定 那么当时呢检察官陈云南是表示说 尊重院方的裁定并且不会抗告 但是在短短24小时之内又180度大转变 那么这样的态度呢他们认为是被一些 非专业人士给影响了 甚至呢表示说是一些政客的言论呢 影响了特征组后来要做出抗告的决定 他们认为太炒算 因此呢昨天才扒回地院更审 那么今天就立刻的开这个庭 而且呢律师是表示呢 他还没有收到这个裁定 那么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要做出裁定 他认为是没有给院方一个公正的审判空间 好的我们可以知道呢 律师呢终于可以找到时间来说话 就在整个检察官一连串的这个猛攻 举出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市政 有串政有逃亡 还有因面证据之余这样子一个市政之后呢 律师呢这边主打的策略 则是可以说是有政治力介入 还有其他外力的影响 是表示呢 其实呢在这个12月13号的凌晨 裁定无保释放 到了这个特征组抗告 然后呢立刻隔天呢 高院就做出了裁定 他们觉得这个高院的裁定 根本第一个高院的裁定就太草率 那么第二个呢 这个他们自己这个律师都还没有收到裁定书 现在呢北院又要来跟裁 做这个跟裁的开庭 也是表示说律师都没有时间来做准备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意思在里面 对甚至郑文龙还表示说 这个检邦我要刮别人的胡子之前 应该要先刮刮自己的胡子 意思就是说呢 检邦这个态度180度大转变 那么甚至呢在稍早之前呢 检察官有表示说 陈水扁如果不羁押的话 可能是社会的乱言 因为在2008年 这个台湾人民是选出了这个乱字 来代表2008年的台湾 一直认为总统 前总统是乱言的根本 对此呢郑文龙他是驳斥说 法院之前做出了这样的裁定 那么我们律师是表示尊重啊 怎么能说要去告法官呢 表示说检察官你提出抗告 你才是乱字的一个根源 那么对此呢 这个检邦听到时候是有点动怒 特别是这个林哲会的部分 有动怒说表示说 怎么可以这样子来质问检察官 那么对此呢 当时周战春审判长是出面缓夹 那么郑文龙甚至还表示说 诶 检察官你们不要生气嘛 不要动怒这样子的 平常是有一点点火爆的气氛 这个检察官 审判长周战春 他是怎么样来 这个缓和两边的一个气氛 主要的问题是出在乱这一个字 因为检察官表示说 陈水扁如果不激压的话 可能会造成社会的动荡 是乱言的根本 那么郑文龙是抓住这个乱字 表示说检察官你提出抗告 那么才是造成这个社会 冗长的这个司法程序 才是造成这个人心不动 那么对此呢 指责检察官之后 这个林哲慧是相当的生气 有表示说一点点动怒这样的意见 那么审判长是赶快出来缓夹 就说双方冷静一下 我们不要就这个个人的立场部分 来做工房 好的 现在呢 整个庭讯从两点半开始 现在到了四点 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快要两个小时了 那么庭上的这个工房 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 连一个乱这个字都可以炒成这样 这个也真的是乱的可以了 好的 现在呢 到时候这个第一法庭里面 还会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 我们也会随时来为您做插播报道 先将时间交还给棚内的主播 好的 我们看到在法庭当中 现在终于是由陈雪扁的律师 郑文龙发言 不过郑文龙的工房策略 是在批判检察官被政治力所影响 不止检察官 还有高院 还有今天的地院 可能都受到外力的干扰 昨天的高院受到外力干扰是说 这个裁定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中午送晚上就裁 而且我律师都还没看到完整的裁定书 结果今天地院居然下午就开庭 所以不管是高院 地院 检察官 通通都受到政治力的干扰 所以周湛村也被骂进去 这个质疑法官受外力干扰 这个周湛村会不高兴 会不高兴 因为事实上我认为没有任何政治力会去干扰周湛村 周湛村自己最清楚 我明明没有被干扰 没有政治力来干扰我 你讲说我被干扰 那这样子他也不生气 他内心会生气 但是要表现一副不生气的样子 法官怎么可以随便生气呢 当然不能生气 但是这个我认为也不足以影响周湛村的心声 所以不会改变 不会改变 不过这个律师的策略 就是从头到尾都是讲这个政治力 然后说这个检察官有政治语言 说我们是乱缘 所以要把他收压 就是从头到尾他的攻防不在法律面 在政治面 在这个法庭上面 如果法官最后还是觉得 这个律师讲的比较道理 这会不会有大小眼的提评都出来 我觉得检察官这个搞不好也会被法官所利用 你竟然陈水平会成为乱缘 他想成为乱缘他当然不会逃跑 他在台湾好好的当乱缘 这是什么不对 不过我想这个庭上难免都会有一些人差题 谈到什么政治力 搞不好他录的就是说 但他的主述不是差题 对啊 现在变成是这样 变成说 这个陈水平的律师跟法官搞不好互相做怎样 法官我很生气 我对你们行为非常生气 不过我还是很公正 你看我还是照常给你无保释放 都有可能嘛 维持什么 你说我受外界压力 我很生气 没有啊 你看我还照常帮你释放 现在压力是什么 是反对他没有交保 是反对他没有交保去释放 这是会压力嘛 现在我看不出民调 有什么社会哥自己给他压力 就说 说你这个无保释放是什么样 是从另外角度解读 没有嘛 都在骂他无保 释放啦 那你起码收压是会骂他呢 反正是少数嘛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 周詹生他这个法官啊 他坚持他前面那个东西的话 他反正意思就是 不然有本事你再杠告一次嘛 我们再来一次嘛 对不对 大不了是不断的在寻分 一直到了开庭为止嘛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周詹生法官 是不是要仔细聆听每一个 几乎每一个检察官讲的理由 他都可以找到反正的理由 那同样的 这个郑文龙 这律师他们讲的理由 周詹生法官也可以把引了 有助于他原先的这个裁定啊 不过他摇头啦 他现在改 他现在要跟我们这个选择 所以他继续会收压 那我是觉得会交保 那两个是会释放的 你不断地提醒大家 每一个人所下的这个决定跟赌注 要为自己负责 这个今天晚上以前一定有答案的 不是 这个律师当然先从程序去打嘛 就是抗告 因为你陈云南自己本来说不抗告的啊 后来又说要抗告 抗告之后到高院 高院马上就抽签分案 然后去武就丢下来了 有没有比别的案子快 我刚刚已经把时间序列给大家 这个每天都有进度 那就是有问题嘛 程序上怎么那么快 那实体上包括什么 导王 沟串啊 重罪什么的 如果有必要 我想律师也会一一的博啦 博喔 不见得是博给审判长听 或是给公诉检察官听 偶尔也博给后面记者听一下嘛 不要说我跟他对抢了 不然就丢下两句了 所以郑文隆他又很虚伟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你你在跟检察官对骂谁会不生气 可是检察官讲的也很奇怪 说如果不压扁会变成乱缘 变成乱缘的根本 乱缘很像不是收押的要件 因为你讲说你这个人可能 出去之后会变成乱缘 所以把你收押起来 那变成是在惩罚的陈水扁 我也不晓得 因为前后句 不晓得检察官什么意思啦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这个中天做的那个图板 那个头最大那个人是谁 是周战春 他是做最中间的 最后都是他决定的 如果我跟义鸿兄为什么就研判说 周战春的这个裁定是什么 就是说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一个刑事风格嘛 他上一次是怎么裁的 你今天如果要他自打嘴巴 照庄秀明律师讲说 收押 或者像蔡正元委员讲说 交保 那你怎么叫他否定 上个礼拜五的周战春呢 我这个礼拜 经过高院的这个 卓彩 你知道陈云南讲什么 卓彩啊 卓越的卓啊 卓彩 哎呀这个我好久没听到 这种老掉牙的名字叫卓彩 拍马屁拍 卓彩 经过高院的卓彩 那你可以原谅他的嫌抗力了吧 不行啦 不能用那种语言 用卓彩来形容 然后周战春我说 我上个礼拜讲都错了 我现在写一份 才第一次告诉你 收押陈水扁 或是让陈水扁交保 我觉得很难 很难拉下那个脸啦 我没有那么挑剔啦 我认为卓彩 其实是一种礼貌 跟照送立法院文书 大院 送到立法院请大院怎么样 你们有什么大院 我看是小院 没什么大院 因为我们会好好改进 所以卓彩就是说 你这个好好才 你们才是不错的 好好这样才 那抗告 其实是本来就应该快 越快越好 我是希望比照办理的 所以抗告它的程序 它跟上述 它都几乎都收到一半 那就是说 你看到期间 就五天 五天之内 那你之内之内 你超过不行 那之内 越快越好 我是觉得 这也没什么不好 那今天我也希望说 你这个律师讲说 你裁定书没看到 裁定书就一张而已 你那高院的裁定书 就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张 对啊 那你难道不知道在讲什么吗 针对那一张讲 坦白说啦 如果一般的案件 现在不是陈水扁 不是有那么多记者在听 二十分钟就裁下来了 对 主持人我讲一下这两个字 他特征组本来是希望高院自为裁定 结果他是发挥 这样怎么会叫浊财呢 这不是拍马屁 不然是什么 有美中不足之处 如果今天高院是自为裁定 说收下陈水扁 俯回你特产组抗高的意思 那你说他是浊财 我绝对不可能 他明明就不是浊财 他就希望他浊财 结果他整个没有浊财 那这不能讲浊财啊 希望高院 浊财 这不算浊财啦 周三春法官今天一个最大的转变 跟13号那一天 就是他今天是中立 至少他中立 但这个中立到底是 真的中立还是假的中立 我不知道 但是很显然的 从那天释放 13号到今天 大概五六天 整个社会 舆论的氛围 他受到影响 所以他今天就要中立 那这个中立 会不会影响他的判断 坦白讲我现在都不知道 我不敢说他会怎么结果 我还是认为这样子 那检方今天的攻势 其实蛮强的 包括刚提到张伟金 这是很好的例子 张伟金事件影响 吴文中朱朝亮的攻信力 这是很有利的切入 那之前包括陈正会 马永诚 你介幕 我倒觉得 当然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知有限 让我们看到 陈水平的辩护律师 所提的回忆是 我倒觉得比较弱 有政治力介入 这是抽象的东西 陈水平也这样说 他说马英九要羁押他 他也这样说过 所以这个论述 其实在法庭上 很难具有说服 就是一个抽象的论述 那我就说 这个法庭实在 充满着人性的斗争 也充满着战争的结果 但是这一次 陈水平这个庭有没有特别 我当然认为特别 特别马上急速地 马上在 马上积压庭马上开 你看比较邱玉仁就好了 邱玉仁的律师是抱怨 说我们那么多次都不开庭 为什么 就是有特殊 这不重要 所以我意思是说 陈水平的辩护律师 也不要怨 坦白讲 不要怨太快 对对对 也不要怨 因为又有人怨太慢 对就是坦白讲 可是因为毕竟切斥到 世纪大省国家援手的 这现任国家援手 太重要 所以他有他的特殊考量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 事实上 法官的新政在行程 这个行程会怎么样 我觉得我越了解人性 越发觉到 人事充满着不可确定性 所以对各位的那么笃定 马上说这怎么结果 我还是蛮保留的 今天如果 我打断一下 今天如果是 又无保释放 所有律师 还有陈水平 感谢周战春法官的英明 是不是 他绝对不会说 你财定书怎么 你说这么快开庭 你真的开得好 这种情况下 他一定感激法院的 你看着好了 他对法院不会有抱怨 但是呢 如果把它压起来 你看着好了 什么都来了 就真的有政治介入 因为他讲的应该是这一段 这张照片 张伟晶的部分 这张照片大家都看过 这个主持人刚才讲 是国安特勤拍的 其实我大概在讲答案 就是说 他10月20号 张伟晶请人送去 给特征组 有亲笔的六点声明 还有一张照片 照片有写字哦 吴大哥 陈水平写的哦 亲笔吴大哥 就指吴文忠 没想到陈水平 叫吴文忠叫吴大哥 这是众多照片之一 请留作纪念 观众朋友 这种照片有什么好纪念 派流不好 然后扁1007 好 扁1007 那这个 这个如果你要把它解释为说 检察官 这个被恐吓了 被陈水平威胁了 可以 可是我还是要回到那个问题说 这是积压要件吗 就检察官被陈水平恐吓 算不算积压要件 因为高院的裁定是说 他有干扰证人之语 那这就是干扰检察官之语 因为这一份报告很丰富 我再讲一个部分就好 这个就是你刚刚讲的照片 照片是谁 就林德逊公诉 是张伟晶念高中的儿子 用手机拍的 所以不是国安特警察 导播还有上面这里 这个讲就是说 陈志忠列为被告 我刚刚讲过嘛 张伟晶打电话来抗议 陈前总统把电话接过来 做相同的质疑 质疑说为什么把我儿子列被告 朱检察官解释之后 林检察官就林哲会 这自打不出来这个林哲会 将朱检察官电话接过去 对陈前总统说明 所以朱朝亮跟林哲会 都跟陈水平通过电话 有过接触 解释为什么把陈志忠列被告 那你检察官的行为不检 你怎么会去跟被告解释 我给你店子列被告 我给你改随时 那解释什么 就请你以后不要再打来了 不是 张伟晶打过去了 那谁不要再打来 所以我提供这几点给观众朋友说 其实前半段特征组 他们跟陈水平的关系 是乱七八糟的 还打电话来打电话去的 所以他们今天用这个东西 当作被干扰的这个阵子 法官会不会接手 朱检察官怎么办 我跟周战村法官有同事十年之久 他的超手没问题 他的证书属性没问题 但是他在我们司法圈 他是一个所谓的司法改革派的人 他是站在让头上的人 所以他的行为 他有专业人的骄傲 有专业人的傲慢的偏见 所以你要对他只有诉诸以法 法官在法庭上依法审判 检察官律师也是要依法论述 检察官怎么可以说 阿扁是什么乱的乱源 这跟法律有什么关系 律师讲说这是政治力介入 这跟法律有什么关系 如果这种律师 我想请政论家来辩护 都比他来得强 我再回应这个钟医兄讲的 他说诉讼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没有错 诉讼本来就是浮动的 你今天拿出什么证据来 我用什么证据来把你推翻 随时在浮动 没有错 最后的五分钟 决定你这个东西 但是法官多多少少 对事件都有一个先见 都有一个定 就是说胸有成竹的 这个法律的人的这个骄傲 一看一下我大概就知道什么 专业的偏见 对所以当他专业的偏见的时候 他对证据的取舍 常常就被舒服掉 对 没错 这个我们甚至讲一个开玩笑 那个案子如果是在我手中 我就怎样 没错 这种话常常出现 这个我很不好意思 这是我出卖了我过去的同事 没有那么严重啦 出卖 我们常常讲 这个案子本在我的手里 我就会让你连见中都没有看 你怎么能把他怎么样 但是他总是有他的法律经验 逻辑的累积 他看到这样的资讯 当然啦 就是轮到他真正审判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回事 好不好 我反了一点点 不过专业师刚才讲到 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最后五分钟可能才会决定 所以现在都还没决定 刚刚有猜的人都不要紧张 还没有到最后五分钟